美國宣布對南蘇丹首次實行制裁 自從去年 12 月中旬以來 當地的親政府和反政府武裝之間的衝突 已經導致幾千人喪生 美國國務卿克里說 美國對政府軍指揮官馬里奧查隆 同效忠前副總統雷克馬查的軍官 彼得加戴特實行金融方面制裁 美國國務卿克里在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 夏實頓的陪同之下宣布 這兩名被制裁的人 對製造針對平民的海人聽聞的暴力事件負有責任 制裁措施包括凍結這兩人在美國擁有的資產 禁止美國公民和公司和這兩人做生意 在星期二 南蘇丹總統基爾說 他準備和反政府領導人馬查會面 既然在駐巴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後 我們會討論如何停止戰鬥 讓人們回家 但潘基文說馬查向他謹慎表示 可能無法在預定的星期五前前前往亞迪斯亞貝巴 因為他目前所在地太遙遠 由於反政府武裝和政府軍在南蘇丹各地發生衝突 幾個月以來馬查一直力藏 戰爭和種族暴力已經導致超過120萬人流離失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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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